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今年4月份统计了国内自主品牌SUV的销量 其中前5名中排名第4的是广汽的传奇GS4 正是这款车这两年在国内汽车市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知名度与口碑 这款车虽然自从上市就没有进行过升级 但是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变幻迅速的汽车市场还是有这么好的销量 虽然只是降了2万的价格在4月份还是卖了18000多辆 不得不说真的是比较强悍了 这款车不但有丰富的配置还有强悍的动力 关键是保值率比较高 先从动力上看 该车搭载的是1.3T和1.5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的是5档手动6档手自一体和7档双离合变速箱 动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有多种选择 而就算是最低配的车型也搭载的是1.3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百公里油耗低到6.7升 算下来也是比较经济的 再者就是该车的外观比较沉稳大气 造型设计依旧延续家族化的设计 前脸的中网设计采用的是横幅式的设计 再加上LED日间行车灯和两侧的大灯给人很强的视觉震撼 而车身侧面的设计看起来很有力量感 车顶是采用悬浮式的设计 如果从车身后看就显得特别有运动感 此外该车的空间也很足够 就算坐后排也不觉得拥挤 并且该车的内饰设计也是比较大气的 配色主要采用黑色和棕色 而且做工也很精细 低配版的车型使用的是纺织物的材料 中配版使用的是纺皮材料 高配则采用的是真皮 不管是哪个版的车型都有较好的舒适性 而且配置也是很丰富的 这么看来传奇GS4如此有性价比 也难怪该车两年下来依旧有不错的销量 感谢观看